這些都是我們賺食的輔助工具 表面上是一個暖水杯 但實際上是一支攝影機 這支表面上是一個電筒 實際上亦是一支攝影機 這是一個火機型的錄音筆 資家偵探並不是只等、只跟蹤、只偷拍 工作後面有很多深層次的調查常識 跟以前雜誌、狗仔隊生涯 工作上大同小異 當然不是出動就馬上有收穫 很多時候只坐、看位、設定目標 這是倉地 有個勞工在營業工箱 靜悄悄在這裡非法開工 這裡開始找位置進去 我們要拍到他在這裡工作 現在做的案件 基本上大家都不會有興趣 像保險案件一樣 除了保險公司和僱主 其他人哪會有興趣 這些是感情案件 是查老公的 老公是會晚上出外活動的人 人們經常說私家偵探 只懂得捉姦 我們拆散別人家庭 誰背著另一半在外面偷吃 甚麼晚上 人家庭開車一出來 目標不會開車出去 但我們看不到他上車的位置 我們又要找個人看見 他坐在那輛車上 但這條街怎麼站 怎麼做天文台 這就是一個頭痛的地方 我們現在去IFC 我們有個委託案件 懷疑一個自稱金融財子的人物 說他在這裡上班 我們想看看他是否真金融圈 還是假金融圈 還有一些公司找我們幫忙查 那些假貨 我們有機會放蛇 辦買家去搜證 完成之後 法律行動方面 突然說是交給海關 就有個客人去決定 做偵探悶不悶 你要懂得享受孤獨 講開當年 我有個女朋友 接著我行動 一百次行動 可能只有一次兩次 是追車的 誰知道那件事 追車追了一整晚 真的踩行有追 他說你的生活太緊張 我不可以跟你一起生活 我挺喜歡那個女生的 很可惜 有緣無憤 做偵探都很有滿足感 那件尋親的案件 我們前前後後 四年多 幫一個坐了二十多年牢的男人 找回她的前妻 很可惜就是 我們找到的時間裡 這個前妻已經身患絕症 事日無多 很黯然 我忍不住哭出來 或者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堅持 要做私家偵探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叫King Sir 是一名私家偵探